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比赛即将开打 13号晚上8点半 中国女排迎战加拿大女排在自己的主场 希望女排队员可以取得第二周赛事的开门红 第二周赛事的14人名单没有变 蔡斌依然延续着日本战的阵容 看来蔡斌对于首周女排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 目前国家队的主力二船是刁灵宇 替补二船是徐晓婷 相对来说两人的表现都还不错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东京奥运会周期丁霞和姚迪是主打的二船手 两人也随对参加了东京奥运会 目前丁霞年龄大了 也不可能身家巴黎奥运会了 而姚迪才不到31岁 到明年巴黎奥运会也才不到32岁 他的年龄还是完全可以打的 姚迪在国内联赛帮助天津女排 夺得第15座冠军奖杯 自己也获得最佳二船 国内联赛结束后 姚迪去了一甲联赛 与朱婷一起为斯坎迪奇效力 帮助球队拿到了常规赛第二 季后赛第三 并且拿到下赛季欧冠资格 姚迪的表现还是很不错 上月月底 姚迪回到国内 第一件事就是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排除左膝的伤病隐患 姚迪想的是多打几年 对于自己能不能再回国家队 姚迪表示自己能做的 也正在做的 就是努力提升自己的同时 时刻做好准备 如果国家队需要一名技术和心态成熟的二船 来稳定队伍节奏 姚迪希望自己 无论是从身体还是思想 都能时刻响应国家队的召唤 显然 姚迪是非常希望自己可以再为国出征 这也算是喊话蔡兵指导 但蔡兵执教中国女排之后 就再也没有召回过姚迪 去年是带着丁霞去压阵 现在就直接让凋零女主打 虽然姚迪的年龄还不算大 但蔡兵还是会把机会给到 徐晓婷这种年轻队员 所以 姚迪要想再回国家队 难度很大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